三十多年後,再次在香港舉行音樂會 陳美玲就在會上分享了教育孩子的兩大重點 第一,培養孩子們又有自我肯定的能力 還有,教育就是夢想 要放手令孩子們向夢想進化 她更大爆小時,聽到親戚將她和兩位姐姐比較 令她感覺到自己是缺陷製品 說到三十多年後,再次又在香港舉行音樂會 陳美玲就說,猜都猜不到那六十歲仍然有這個機會 是呀,很感動 真是很難得的緣份 自己猜都猜不到,這麼多年後會回來再做演唱會 是呀,真是猜不到 如果不是那幾本書變紅了 我想我不會有這樣的主意 大家突然發覺,原來她還存在 是呀,原來還有一個陳美玲 那些人就說,才會有一個聲音出來 說你做演唱會啦,你唱完歌啦 所以這個緣份真的很難得 我覺得真是… 唉呀,過了六十歲 都還有這麼好的福氣 可以做演唱會,我真的覺得很感恩 真是呀 我剛開始的這種故事 全球也很難以為 ỉ得你 我凍結 不管怎麼樣 你真的等於一個狗 你真的好嗎嗎 我真的好嗎 你真的好,這麼多 我真的好,我真的好 有一個人來 我真的好,我真的好 你好… 我真的好,你不管了